江石灰倒入用石塊漆成的池裡 經過不斷的拍打 水的顏色呈現化學變化 藍綠色的水 變成了染布重要的原料 他是農場主人王國維 大金農場主人礦工退休的他 全新投入大金業 傳統藍染的產業 將染缸裡的雜質過濾掉 就是希望能夠染出完美的染布 藍染所使用的大金業 是台灣早期重要的經濟來源 基隆暖暖山區大量種植 但因為隨著時代變遷 漸漸被人遺忘 之前都是在電視上看到 然後這是第一次自己親手 這樣子完成自己的一塊染布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覺得這麼有趣的活動 我覺得應該也要再繼續被傳承 然後讓大家就是 也知道這種古老的記憶 對 要讓它一直傳承下去 很好玩 因為我自己在家裡面有做那個染缸 自己在家裡面建藍藍的染缸 那我這個過程 我是用那個電動攪拌器來攪的 今天來到這邊實際用這個 就是用傳統的古法來染 其實這個染染過程還滿療癒的 因為很像在花籠中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有點那種節奏 長的繩子 就是你要對角線再長一點 然後從角落開始這邊 這邊最裡面它就吃比較吃不到染料 所以就會是比較淺冷 然後全部捲起來變成一長條 再把它縮緊 縮緊之後就會有中間的皺褶 滿意嗎 滿滿意的 在裏面染三分鐘 染三分鐘 戴上手套 戴上手套 染三分鐘 三分鐘以後 把水分擠乾 擠乾 掛在這裡氧化 氧化十分鐘以後 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可以漂洗一下 王國威老師一手撐起傳統藍染技術 在農場開辦了體驗課程 讓民眾認識大金藍染的故事 把藍這種行為 事實上是古代製造藍電的一個 最基本的方式 我們把復古的方式在這裡展現 那主要展現的目的 一般來講 我們軟軟軟東這個社區 這個山區裡面 一些成員不太容易帶動 所以我們一直想辦法 就是帶動這些社區能夠 以社區這個農村再生的一個方式 然後帶動這個社區的活動 那這個項目呢 是我們軟東地區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們透過陶老師他們的規劃啦 然後基隆社大啦這些幫忙 還有我們也舉行異業 異業合作 就是新平溪的礦業博物轉 跟我們合作 然後把淡藍古道這條線 這條藍燈能夠推展出來 彩藍其實要在山上彩藍 所以清晨大概五點 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就要上山 然後彩完之後要把它扛回來 扛回來然後全部集中 然後再整理放到藍缸 那其實彩回來十公斤的藍料呢 只能做成一公斤的藍墊 親自示範如何將染布捆綁橡皮筋 才能染出不一樣的圖案 高齡八十二歲的王國維 傳承這項記憶一晃眼就是三十年 對於後續沒有人傳承 深感憂心 本來這個是算是一個 閉路染旅的一個 一個二十幾年的這樣的經營下來 那當然很希望說自己的兒女 如果他們達到退休 是不是願意來這裡繼續工作 那就比較理想 基隆不管是煤礦也好 大金也好 其實都是軟軟非常重要的 那個產業文化 那當然這幾年它很多的一些社會變化 可是我們如何讓軟軟這樣的一個 大金文化打燃的一個傳統活動 能夠推廣的 讓更多人來認識 那所以我想接下來在社大這一環 我們會透過一些教育文化活動 不只在教育的推廣 還有包括富裕活動 那讓更多民眾來參與 我想當然軟軟這一代因為氣候的關係 它更適合大金的富裕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社區大學會來 一起來參與跟協力 憑著對軟軟技術的熱愛 身上背著傳承使命 王國偉老師 用他的故事 讓大金軟軟再度發光發熱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